大家好,我是Step for Stance 活動駕手,我叫Alton 我身邊的是... 我叫Victor,亦都是Step for Stance 活動駕手之一 Stance 是如何用輪胎配合車身 不是一定要把車輪收到很低,只不過你看上去,你覺得輪胎和車身是一體化的 看上去是很順眼的,就是Stance 我自己的看法,除了要輪胎整個看上去有一種靜止吸在地上的感覺之外 它其實亦都涉及到一個文化的追求 一大群朋友聚會,一起玩一下,研究一下輪胎,研究一下輪胎,各樣東西 有些很新的車種主題去玩 Stance 的文化,帶來一些驚喜 Alton 我想問問你,其實有沒有說什麼形式的車,或者什麼款式的車是適合 Stance 的呢 你問我呢,玩 Stance 的文化,最有趣的地方基本上什麼車都可以玩 最便宜最便宜,可能一部323,一部CV,甚至一部韓國車,很舊很舊的 你都可以將舊車身造,或者一些六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一些經典車 可以放好氣彈,或者一些很誇張的一些大側面輪胎,去重新包裝 那就是這個文化吸引之傳,那你怎麼看呢 我都覺得是任何一個車款,大車,小車,新車,舊車,超跑都可以 只要你有心玩,就可以玩 Stance 這裡 關於這部車的改裝呢,其實我原本都是一個原裝車的試樣回來的 但是後來呢,慢慢逐步逐步去扔心機啊,譬如包圍啊 想參與多些 Stance 的文化 有多些元素在裡面呢,那就開始升降避震啊,買一套不適合的連結啊 調一些 Camber 把它調到有少少少八字,追回順的車身啊 那接著就是頭錦啊,頭錦就是我在日本的改裝車展,看完一次之後很喜歡 心大心細,拖拖拖之後,隔了一年了,再多飛一次 那接著跟一個日本人溝通,那個師傅OK啦,幫我們去做 做完之後呢,就我和朋友就特意飛過去,租一個開篷斗車 它有一個木箱包好了的,那我將這件東西就運了回來 車頭燈啊,都是一些在別的車款的元素拿下來 然後呢,裝上去,去找人去改啦 那譬如包圍那些頭唇,譬本不是給這輛車的 就是合合拼拼啊,找人去做煽灰啊,去做這件事出來啦 那Fiktor,今天就帶了這輛Complete Car過來啦 那其實我想問,輪圈和沙板的要求呢 是不是低就等於好呢 就是是不是就這樣,很多朋友說,你按低了,加低它 或者裝AIR,按到最低就搞定了啦 我的理解呢,就不是啦 因為你本身,你任何車,你只是,即是你裝一套鎬瓦都可以按到很低 連接,連接,連接進去的沙板 對我來說,那樣就不是很正式的要求 那我自己的想法,或者我想做的事情 就是可以剛剛調到那個連接邊的連接邊 可以貼到沙板,就為之是最完美啦 那當中我知道有很多的配件是根本沒有推出過的 那怎樣去解決這些問題呢 我都是在日本那方面去吸收 因為你看見的日本,他們的改裝通常都很誇張的 那我可能沒有那麼誇張,可能他們一半或三分之一 那他們很多時候會將它上CAMBER 是自己出一些Customize的,可以正常的調整 波子塔頂的位置調得厲害一點的CAMBER 再不夠的,那可能會將那個下搖臂 然後減掉它,然後延長將下面的位置再推出一點 這樣就讓那個連接可以藏得深入一點 那說回,為什麼我會這麼大膽做一些香港人 之前未做過的類別的一些車序呢 可能香港的車序來說,大家都是吃糖水 一起夜聚,拍照,一起輕鬆走一轉那種玩法 也不太喜歡這種模式 然後我自己一直都是玩一些比較上不起眼的車 直到沒有一個機會去展示出來 直到有一次去到2009年 我記得一個絕版車會,一個活動 它歡迎所有的朋友,最要有心機 舉辦了一個活動 我就被這個活動攪手,深深打動了 想不到香港竟然有一些人去做一些活動 是可以比一些相對來說沒有那麼起眼 或者一些可能八、九十年代的絕版車 不一定是超經典的,都歡迎這樣玩 所以這件事打到我的心中 我一直都想從這個方向 其他朋友都一樣,在香港玩車來說 大家互相尊重,互相欣賞對方 不一定要很貴的車 或者很鮮明、很觸目的車 都可以一齊出來玩